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谈判书房 今天这集我想跟各位谈一下 yes but和no but yes but no but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里面最主要是西方人 很多学者研究 西方人在谈判的时候 比较多的是no but no but 先说不然后说但是 先说不然后说但是 但是因为西方人比较重视 那后面的but 因为那个but充满了可行性 充满了想象的空间 那么no but 那于是你要对方要答应你嘛 那你就要跟我谈了 那我的but but就设了一些条件 那这个but呢 是怎么样才能达成我的条件呢 这条件是广义解释呢 还是狭义解释呢 那来谈咯 我们就是来谈那个but 所以no but 那么but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but 变成事实 就说不行 但是在某种情况下 也许有可能 那这某种情况是什么情况 我们来谈 所以西方人比较喜欢 用那个but来调住谈判对手 可是呢 中国人呢 要不要讲中国人 其实中国人的 日本人的 韩国人的 甚至印尼人的 东南亚这边 也都是这样 我们整个东方人呢 不喜欢对抗 所以我们常常一开始的时候呢 都先是说yes yes yes以后 然后再窃窃声声的 小小声的 说一个but 那你那个but 一出来以后呢 前面的yes 几乎全都否定了 我说yes可以 但是什么什么状况 其实你就是no嘛 你那个很小声 讲的but 才是你真正的意思嘛 你就是不想答应嘛 你先答应 但是可能有这种状况 但是状况 所以那个but 在中国人的话里面 不是表示弹性 或者开门 而他是准备关门 关门 所以有的时候 有些美国人就跟我讲说 跟你们中国人谈判最麻烦了 每当你讲yes yes的时候呢 我都不晓得你是yes还是no 那么其实跟你们中国人谈判 只要听but 后面那一段就可以了 but前面那一段 根本是白讲 白讲 有一次我在上海上课 上海上课呢 有一家芬兰公司 那么他在住中国区的这个总经理 是个美国人嘛 那他底下一个高干呢 那是上海人 那上海人就跟我讲说 我讲到这一段 他说老师 可是我的美国老板就说 中国人呢 这种表达方式不好 我说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这个就是文化 就是中国人呢 或者整个东方人呢 你到西方世界 你用在生活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去讲话 那你就要讲西方人那种比较直接的讲话 可是西方人到了东方这个社会里面 你就要学会东方人这种间接的表达方式 这没有好或不好 其实这就是文化 文化呢 所以我们中国人基本上呢 我们都是yes 然后but 那同样都是中国人 大陆的台湾的 其实大陆的有些人 他尤其是这样 台湾现在因为比较西化了啊 西化了 其实我们no but的人也蛮多的 可是大陆上比较传统的 他说yes but的人 是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所以当你跟这个 呃 那个中国人打交道 尤其跟中国大陆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呢 当对方讲yes的时候 你也不要太高兴啊 那你要等等 等到后面确定没有but 那个yes才算数啊 是不是啊 可是有个日本人 他研究中国人谈判行为 他觉得不对 一个日本人他讲说 中国人谈判是no but no but的他主要是跟官方谈判 跟官方谈判呢 呃 官方的这个做法 常常尤其你跟这个 不管是地方的官员 中央的官员 或者跟政府打交道 不管是外交啊 或什么 他们研究常常呢 中国大陆的这些官员呢 他是先把原则给定出来 这不行啊 不行 这可能是政府的政策 可能是他必须要宣示的一些原则 这个原则是不能让 可是在执行的时候呢 他可以有时候网开一面 有些弹性 是不是 他原则上他不能让 因为他原则放了 后面就找不回来了嘛 所以他不能够在原则上 做出任何的松动 可是因为实际的时空环境不同呢 他也可能在执行的时候 可以有某种的弹性 所以日本人就解释了 这就是叫做no but 好了 所以有同学就会拿这两个来问我 所以我们不是讲了吗 那么中国人谈判 基本上习惯上都是yes but 那为什么日本人讲的说 中国人是no but呢 那中国人到底是yes but people or no but people 其实我常跟同学讲 你有这个问题 表示你注意到这个谈判的方法不一样啊 但是呢 重点是 这两个讲的是不是同一件事儿 你想要吗 如果说中国人基本上是yes but 我们是讲是中国人一般的一个民族性啊 我们习惯的一个行为密码 对吧 就是我们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活在中国人的社会 我们比较能够解读嘛 这种密码 那外国人来呢 他就必须要了解我们这个密码啊 那么其实我们就是yes but 其实常常就是no啊 可是呢 你说中国人为什么是no but呢 那是官方 那是官方 你跟官方打交道 官方必须强调他的原则 所以那整个概念看起来就有点像开高走低 你想要吗 当他说no的时候 他是原则讲出来 给他的上级看 给别人看 给后面的人看 表示原则是不能轻易变动的 那是公开的宣布 那至于but呢 可能是私下的给你一点回旋的空间 不一定是寻思舞弊啊 可是他是可能给你某些回旋的空间 权宜之计 在某个阶段里面可以有一些弹性 所以你跟官方打交道 当他讲no的时候 你当然都要遵从他no没有问题 然后私下的跟他讲说 有没有一个but 是不是 那这个but呢 可以是公的 可以是私的 你看他这个门子怎么开了 那就是开高走低嘛 所以这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人 同时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表现 是yes but and no but no but 是不是 那么当然这里面又很有意思了 那么如果你就讲英文的句型来讲的话呢 yes就那么 比如说 那么yes but 比如人家叫你做一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做 可以 让人说 但是 我必须有个助理 帮我干三天的活 那么我们中国人讲 这正合理嘛 你要我做一件事情 那么有的时候 我不要讲中国人外国人了 这就是谈判的技巧嘛 我可以答应你嘛 但是我挂了一个条件嘛 挂了一个条件 你要我做嘛 可以啊 但是呢 你得派个人帮我当助理啊 帮我干三天活 我才把这事情做得完嘛 那西方人呢 碰到这种情况 他英文的句型啊 他不是讲yes but 他是讲yes and 你知道吧 他说yes I can do it 是的 我可以做 and I need an assistant to work for me for three days 那么同时呢 我需要一个助理 来帮我干三天活 他不是用说 是的 我可以做 但是你得派个助理来 没有 西方人不是讲那个但是 但是就好像你答应了 长官要做 然后你答应的不干不脆 不爽快 你明明答应了 又这个条件 但是要怎么样 有的长官就不太高兴了 所以西方人设计的句型呢 他不是讲但是 他讲同时 你或者说 哎我可以做 那我需要一个助理 帮我干三天活 对吧 yes I can do it and I need an assistant to work for me for three days 我是假设这个助理 帮我干活呢 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嘛 我没有把它当条件 跟你去讨价还价 如果你要把 你愿意提供助理 帮我干活干三天 那我就同意 接下这个单子 没有嘛 我不是这样讲吗 西方人的讲法是 yes I can do it and I need an assistant to work for me for three days and 他的性质上 就是yes but 可是他表达起来 没有这么让人讨厌 没有这么对抗的感觉 那就是yes and 所以呢 我们现在如果做一个小节 今天我们讲了什么呢 我们讲说 西方人研究结果 发现西方人比较多的 一种谈判的句型 是no but 也就是我常讲的锁门套钥匙 他先讲no 然后告诉你说 有可能有机会变成yes 但是你先要达成 我but的部分 所以but就是可以谈的空间 西方人非常喜欢秀出来 一个弹性 那么谈判的空间 yes but 东方人 中国人 日本人 韩国人 甚至包括东南亚人 我们不喜欢对抗 所以我们常讲的叫做yes but 那我们那个but呢 就不是开门 而是准备关门了 yes是开门 but又把门给关上了 是不是 但是呢 中国的官方谈判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 日本人研究发现 官方谈判 他需要高举他的原则 他的原则上不妥协 但是在落地 在实物上 他可能给你一点弹性 时空之一的回旋空间 这个时候跟官方谈判 又似乎展现出来 no but 这种样子 所以中国人 民族性 yes but 官方谈判可能no but 那在谈判语言上来讲呢 西方常常讲 他的语言呢 常常如果讲yes 但是他后面加的是and 所以他们也会有 好是好 但是你要什么条件 也有一些条件 但是他讲法 用比较顺的一个讲法 就叫yes and yes I can do it and I need an assistant to work for me for three days 所以这里面就教了 no but yes but and yes and 所以有三种 你说是谈判战术也好 语言也好 民族性也好 官方谈判的方法也好 其实这几种都可以让你慢慢的咀嚼 你来慢慢的想 以后你碰到这种状况 你比较小的怎么处理 也比较听得懂 人家的yes but no but yes and 到底是什么意思 谈判时候常常最难的就是解读 对方不清不楚的话 而偏偏我们经常碰到 就是不清不楚的话 你要学会进入到那个情境 去解读这个话 谈判才不会撞墙 下一下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